圆葱呀你别再拌着吃了像老弟这样做入味下饭又好吃首先咱们准备一颗圆葱去皮洗净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切成小块切好以后咱们用手给它掰开 带准备点提前泡发好的木耳青椒给它洗净切成小块全部切好备用两个鸡蛋充分搅散倒在锅中炒熟炒散盛出备用 锅中留油倒入所有的配菜小火慢慢的给它翻炒炒至断生加入蚝油生抽提鲜放入提前炒好的鸡蛋 放入盐鸡精十三香再次给它翻炒均匀这小味儿等等就起来了老弟每天都分享一道不同的家常美食 如果你喜欢给老弟留个爱心再走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没有 请不吝点赞观看